对哪一类的车股的影响会比较大 第二就是长远而言是否真的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还是现在受到影响的时候我们可以吸纳 我想今次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简单说就是开放给外资 就是没有了限制的时候 我想对于整个行业的气氛都会比较差一点 因为始终你叫做打开市场 当然一向都在竞争中 不过现在就落实正正式式地做的时候 所以你看到昨天的车股都对得挺急的 很多都你说吉利就穿了位置 长城汽车这些相对来说都是龙头的 都已经对得挺急的了 所以我自己看 如果你说从很正常的角度看 就是当你公司是有竞争力 你的品牌OK的时候 你对于外资入场的影响性就比较小一点 因为我一向都不怕你的时候 所以始终都是选择龙头来买 如果最简单你都是选择比亚迪去做 反而你说小的那些 不过这么说车股一向小的都是不炒的 也是很差的 所以你看到昨天东风也不太跌的 可能相对其他比较差的车股也不跌 反而我们刚才说的吉利2333那些 就跌幅大一点 不过你问我如果真的要选择车股 都是尽量选择一二一日 似乎吉利或长城的钱已经不再流亂了 我想一来电动车的选择就比较多了 他们的电动车的含量比较低了 那么 按摩